李当守东京 上集说到 信其剑正和毛毛、小齐、大奖金国要与宰相联合灭白一事 他突然说有急事要离开一会儿 他去放弃了 哎 说了这么久 我可要歇一会儿了 猛连一千一百二十年 宋朝同意连金灭辽 并建议了上海联盟 哦 是返上联盟 嘿 可要小心 不要自己搞错了啦 接下来就是 金兵向南进攻 接连攻下了辽朝四座城池 谢谢金 谢谢金 我该回去了 嘿嘿 按照金宋双方的约定 燕京城应该由宋军攻打 可同冠率领的宋军 却一连打了两次败仗 损失惨重 最后 同冠不得不暗地里 请求金军攻打燕京 并答应 每年向金国 金贡一百万万钱 啊 宋朝也太无能了 是啊 到了公元一千一百二十五年 金太祖的弟弟金太宗 还因圣继位 杀了辽地 灭了辽朝 接着就把进攻的矛头 转向了宋王朝 报告皇上 金太宗借口我们宋朝收留了一名辽将 而兵分两路向燕京进攻了 听说他们要在东京会师 金国的使臣也来到了朝中 要求我们割地称臣 啊 皇上 金国让我们割地称臣 这怎么成啊 皇上 我们应该坚决抵抗金兵的进攻 再说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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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上 皇上 我好了 啊 什么事啊 燕京已失手 宋将投降了 现在金军正值们都进来了 啊 金人怎么这样对待我 快快快去传旨 让太子继位 我要去避难了 公元一千一百二十七年 太子召唤继位 派长少卿李刚听命 李刚在 我提升你为兵部侍郎 是 谢皇上提吧 另外 传令三军 我亲自征讨金兵 哦 哦 我的话说大了 哎 能不能大退金兵 谁知道呢 哦 皇上 我军在前线接连打了败仗 啊 东京处在危险之处 啊 啊 啊 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啊 皇上 皇上 疑臣的看法还是撤离京城 躲避一下为好 啊 看来只好这样办了 皇上 不能这样做 太上皇传位给皇上 正是希望皇上能留守京城 皇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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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能走呢 哦 要大家出力 要大家出力 二位在下 应当担起守城的责任啊 嗯 你说的好听 你能打打仗吗 如果皇上不嫌我没能耐 就派我带兵守城 我甘愿用生命 暴打国家 哦 啊 啊 那好吧 那就由你来负责守城 遵命皇上 皇上皇上 三十六计我们还是走为上吧 啊 啊好好好 你们快去准备马屁车辆 我们明天一早就出发 啊